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港股市场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香港演播室请韩宇介绍一下 韩宇你好 压马亚湘虎市今天开盘是继续承接昨天的跌势 昨天我们知道在五月份首个交易日的湘虎市和A股 是一个被驰的走势 港股的昨天大跌 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核生指说 开盘再下跌0.58% 国指的跌幅也是跑数大盘 今天下跌0.86% 现在开盘一段时间之后 这两个指数 这个国指的跌幅要略有收窄 但横指呢 现在跌幅达到0.7% 同时今天户股通跟港股通 都有小幅资金净流入 当然昨天我们看到下跌的板块呢 主要是集中在一些中资金融板块 昨天这个保险股是零跌 而今天的保险股有一定程度的反弹 但反弹力度并不强 其中财险呢 昨天是被AIG集团减持 今天股价开盘只为涨0.5% 而今天中资这个石油板块 是大幅下挫 中海油 中石油 上海石油化工 等这些个股啊 现在跌幅在2%左右 连带其他资源股呢 今天走势也普遍不理想 这些中资金融股当中 其他的这个银行还有券商股 今天同样是跑输 另外我们香港本地的一些板块 这个昨天金融股也是大跌 今天是同样继续承接下挫 而地产股 也是普遍表现比较疲软 至于澳门板块呢 今天是这个 澳门板块今天整理 这样整体看来的 我们相互股市 今天开盘呢 是继续下跌 同时呢 这个恒生指数目前 已经比较接近2万点大关 我们需要关注 今天能不能守得住 这个关口 马远 好的 谢谢航语